向民進黨內同仁及國人喊話 尋求支持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15號前往中央黨部 正式登記參加總統黨內初選 為2024總統大選揭開序幕 賴清德談話最後手握拳頭表達信心 而同一時間新北市民進黨跨派系議員 也發聲力挺 新北市議員蘇景雄特別用 用阿美族語向市民喊話尋求支持 而初選結束 預計在四月十二號公佈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名單 國民黨也在同一時間通過立委選舉 中央選戰策略匯報 由秘書長黃建廷擔任召集人 成員包括傅昆琦曾明宗等人 未來將因應各選區選情制定提名相關作業 備戰2024各黨早已各就各位 原始新聞 阿拉斯許家榮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今室封邊 皆宗 未來 出身 臨